第九十一章心动 全村都在等住看苏胖鸭的笑话 然而一天过去了 小马仔没死 两天过去了 小马仔没死 三天过去了 小马仔站起来了 消息是从牛蛋嘴里传出来的 作为三小只的小损友 牛蛋在又一次被欺负哭之后 得到了一次为小马仔的机会 他吃住吃住就站起来了 有乡亲不信牛蛋的话 亲自跑去小苏家桥 结果就发现 小马仔何止是能站那 已经能走来走去了好吗 尽管走得颤颤巍巍的 可看上去比前几日精神多了 至少不再是半死不活的样子了 李正惊叹 胖鸭还真 给养活了苏胖鸭又一次用实力 打了某些乡亲们的脸 四处幸灾乐祸 嚼舌根子的周氏也不敢吭气了 转眼到了正月十五 苏小小的生意明天要正式开张了 但因买马和驴花掉了全部积蓄 苏小小眼下是穷得连食材都买不起了 家里做饼子的食材 同共还能撑上两天 苏小小暴躁抓头 嗨 买啥马 大鸭 再马 门外传来苏老爹的声音 苏小小和尚仗策 恢复了淡定神色 再的 爹你进来把苏老爹进屋 没多余的话 把一个崭新的钱袋给了他 爹 你这是做什么 苏小小问道 我也没出花 拿去把苏老爹说道 里头的银子加起来一共有五两 是苏小小给苏老爹的 苏老爹抠嗖得很 一个子也没花出去 不对 花了十个铜板 给三小只买了一串糖葫芦 苏小小捏着手里的钱袋 只觉一股暖意直达心底 让他鼻尖都有些酸酸的 爹 苏老爹摆摆手 行了 我去睡了 你也早点睡苏小小望住苏老爹的背影 认真说道 爹 我会挣很多很多银子回来的 把你的五两 变成五百两 五千两 苏老爹好笑 还五千两呢 不败光就算不错了 不过谁让这是自个儿的亲闺女呢 败家也得宠住呀 夜里 苏玉娘的小弟又来了一趟 他鬼鬼祟祟 递给苏小小一个荷包 私下看了看 低声道 我大姐说了 这不是枕金 是挤你的 你要还的 苏小小打开荷包 竟然是两个五两银子的元宝 苏玉娘真是个小富婆 一日 苏小小起了个大枣 自不必提 小巫师与刘平也天不亮就过来了 小巫师今日主要负责 分离咸鸭蛋的蛋黄与蛋清 腌制过后的咸蛋清依旧是流动的液体状 而蛋黄则已凝固 因此分离起来并不费事 只需将蛋壳敲出一个小孔 将蛋清倒出来即可 为了提高效率 苏小小做了个简易的架子 均匀地打上格子 每次只需将蛋壳敲出一个小孔 倒置在每个格子上 就能让蛋清顺利地流下来 滴入下方的罐子里 过炉出来的咸蛋清自然也不能浪费了 可以用来腌肉 炒菜 熬粥的 井基那边要的是生咸蛋黄 倒是给苏小小省了一道工序 苏小小也做了装咸蛋黄的格子 底部铺上竹叶 这些格子是苏小小设计的 刘萍做出来的一分一离恰到好处 不得不说 刘萍的手艺是真巧 姐 今天不做点心生意吗 苏二狗一边用勺子分解蛋黄 一边问 苏小小道 今天不做 哦 苏二狗扎扎嘴 略有点而失望 苏小小笑了 骗你的 今天是不做卤肉生意 点心生意会开张的 赶紧去把板栗拿来 苏二狗毛子一亮 好嘞 一大早还是挺忙的 苏小小捣着绿豆沙 说道 二狗 糖没了 去咬点给我一只修长如玉的手 端起灶台上的空糖碗 打开碗柜边上的糖罐子 咬了一大碗放回灶台上 苏小小忙得没功夫抬头 还有水 往锅里添一瓢半 那只玉雕般精致的手 又摇起水瓢 轻轻往大铁锅里添了两下 嗨 他第三个吩咐未说完 那只手又拉开碗柜 将里面醒好的面团拿了出来 苏小小这下察觉到不对劲了 苏二狗干活没这么从容不迫的 倒也不是毛手毛脚 但也确实是嗖嗖嗖的 苏小小眨了眨眼 倒绿豆沙的动作慢了下来 轻咳一声 道 还要喝水 我口渴那只手顿了下 倒了一碗温水给他 苏小小面不改色地说道 我没手那只手顿了两下 三下 最终还是端住水味到了苏小小嘴巴 苏小小闽唇一笑 低头 美滋滋地串了一小口 真甜 还要喝 姐夫 你来了 咦 你再给我几味水啊 某人手一抖 一下子灌了苏小小一大口 苏小小呛到不说 还被泼了满脸 他炸毛了 苏 二 狗 苏小小黑住脸去换衣裳了 苏二狗对未婷道 我姐干嘛要生气啊 是你没拿稳泼了他 对吧 然后未婷瞥了他一眼 也一言不发地走掉了 天快亮时 点心雨嫌蛋黄全部装上了驴车 毛驴是五天前买的 后头装货的小板车 是刘萍抓紧赶工作的 苏二狗也出了不少力 零出发前 苏小小在造屋与刘萍 小巫室输了二人的工钱 原先他给小巫室的是二十文一天 如今工作量加大 工时变长 苏小小提到了音乐两千文 也就是二两银子 刘萍的月钱也是二两 原先给二十个铜板 小巫室都觉得多了 而今竟然涨到了二两 刘萍也惊呆了瓦 媳妇和他说过 大压不会亏待他们 可他也没想过能拿这么多 他在镇上累死累活 肯米糠馊水馒头 一月最多也只挣过一两 跟住大压虽然也有不少活 可他渴了有喝的 饿了有吃的 累了能歇歇 大压不仅不会骂他 也不会扣他工钱 他正色道 大压 你得半两就够了 给多了我心里过一步去 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 不能要这么多 苏小小笑了 能者多劳 刘大哥不必过一步去 雇佣刘萍 等预估了一个快递小哥 外加一个木工 二两银子的工钱并不算高 他还没说奖金呢 他微微笑道 刘大哥 你和小吴姐好好而前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刘萍自然是幸的 相处了一段日子 他算是看出来了 大压是女子 可他的本事与胸襟 是连好些爷们儿也比不上的 苏小小道 我们先去集市第一天 苏小小要带刘萍任的路 与罗大壮以及沈川打个账面 以后集市与书院那边 就交给刘萍去跑 他与苏二狗专心去警记门口摆摊 苏小小一行三人出发后 魏婷也拄着拐杖出了门 这会儿天色走 村里人不多 没谁注意到他 他尽量放轻脚步 悄无声息地朝官道的方向走了过去 罗大壮早早地在集市等住了 他爹娘是希望他多在家歇息几日 等人多了再出来出摊 可谁让他答应了那个小村姑 过年时 媒婆上门给说了几个姑娘 她不大满意 脑子里总闪过小村姑的脸 她来一个时辰了 不见小村姑的综艺 小村姑大概是忘了 今日与她的约定了 亏得她给小村姑留了上等的梅花肉 大壮 苏小小来到摊位前 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问道 发什么呆呢 有客人找你买肉 罗大壮回神 目光扫过苏小小与等了伴赏的大娘 您是要二斤排骨对吧 我这就 哎呀 你谁呀 她突然意识到刚刚一眼扫过去的小丫头 不对劲呀 和原先不一样了 她再一次看向苏小小 苏小小微微一笑 大壮 罗大壮感觉自己看见了仙女 一个月不见 苏小小的变化很大 尽管整体没瘦太多 可脸型的线条出来了 就显得五官集中立体 她皮肤从粗糙的小黄皮 变成了光滑细腻的少女肌 这是肉眼可见的变白 变美 罗大壮捂住心口 呼 心跳好快 卖不卖肉了 不卖我走了 大娘等的不耐烦了 卖的 卖的 二斤是吧 苏小小抄起案板上的斩骨刀 咔咔剁了二斤排骨 用粽业娴熟的一串 递给大娘 开张的生意 算您三十文 大娘还算满意地付了钱 滴溜住排骨离开了 罗大壮的心口 怦怦直跳 她刚刚剁排骨的样子 充满了屠户小娘子的架势 苏二狗道 姐 我今天晚上想吃排骨 好 来五斤苏小小低头去掏药包 不收钱 送你 罗大壮豪横地说完 开始抄刀剁排骨 苏二狗又道 姐夫也喜欢吃 罗大壮 一百文 第九十二章火爆 苏小小将刘萍介绍给了罗大壮 日后就由刘萍来送货取货 结算仍是一日一次 是罗大壮要求的 罗大壮是个保守型的生意人 苏小小对此表示理解 也并不觉得麻烦 苏小小一共买了十斤排骨 十斤梅花肉 两个大猪蹄子与两副猪下水 苏小小把钱贷给刘萍 让他结了账 又送了罗大壮一包 还冒着热气的点心 再次被扎后的罗大壮 面无表情地递给苏小小一副猪脑 从此各不相欠 从集市离开后 苏小小又领着刘萍去了警记 刘萍在镇上钱活多年 陆是熟的 主要是任人 刘萍是第一次来警记 确切地说是第一次进警记 从前倒是路过了多少回 可惜不敢 也进不来 警记真大呀 刘萍望着凋梁画动的大唐 深深地觉得自己跟住大压长见识了 警记多了几个生面孔 苏小小没见到孙掌柜 来与他们接洽的是一个信和的男子 约莫三十出头 苏小小听到一旁的小二叫他和掌柜 你们是 和掌柜皱眉 看住一身村姑打扮的苏小小 与鞋子上还打着不定的流瓶 是苏姑娘吧 一个后厨的伙计快步走了过来 冲苏小小笑了笑 对和掌柜道 他们是来送货的 之前孙掌柜定下的生意 和掌柜的眉心再次一蹴 上上下下打量了苏小小一番 没有与苏小小接洽的意思 一脸傲慢地走掉了 伙计和颜悦色地说道 苏姑娘 货带来了吗 苏小小道 带来了 在外面伙计道 劳烦送去厨房一趟 苏小小点头 好和掌柜回到了柜台后 不知与身边的小二交代了什么 小二走过来 对苏小小呵斥道 你们走后门 别冲撞了大堂的客人 这话里话外的嫌弃 与瞧不起 傻子也听出来了 伙计尴尬地笑了笑 苏姑娘 咱们 走后门 苏小小 好见苏小小没往心里去 伙计暗松一口气 你们孙掌柜去哪了 苏小小问 伙计张了张嘴 她 另谋高就去了 苏姑娘请放心 原先订好的生意不会变 该是多少还是多少 哦 苏小小没再往下追问 刘萍将一百个咸蛋黄 搬去了后厨 四块装蛋黄的格子板留下 明天她拿新的过来 再把旧的带回去 厨子们头一回 见到这种装蛋黄的格子 纷纷感到无比新奇 这种格子装鸡蛋也渴 不会倒 不易碎 拿取方便 小伙子 哪儿买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子问 刘萍道 我家东家教我做的厨子又道 你东家是 刘萍指了指一板又一板的咸蛋黄 笑道 就是给你们供货的苏姑娘了 众人恍然大悟 同时也很震惊 他们原以为 那丫头只是厨艺好 不曾想尽是 如此心灵手巧 这格子的设计 绝了 他们若是也有这样的格子 每天能少摔破多少个鸡蛋啊 能给我们也做几个吗 不白做的 这 我要问问东家刘萍出来 将厨子想要鸡蛋格子的事 与苏小小说了 苏小小想了想 说道 让他们自己找木匠做吧 反正格子给他们留下了 木匠看了 应该都能做出来 不是他不想挣这个钱 是不划算 镇上的木工活而不贵 他们卖不出价钱 又耗时耗力 古代也没申请专利一说 刘萍道 行 我去和他们说一声 另一边 苏二狗一边看住驴车 一边将点信摆出来 如今他们有个小板车了 不必再像之前那样 将托盘挂在脖子上兜售 用他姐的话说 他们如今也是有贪车的人了 尽管贪车只是一个拉货的小板车而已 苏二狗热情高涨 咧嘴露出了新年的第一抹商业微笑 卖饼子喽 快看快看 老婆饼出摊了 正在紧急排队的客人 被苏二狗一声吆喝 刷刷刷地过来了十多个 这些全是老顾客 吃过姐弟俩卖的饼子 比紧急的好吃多了 就是每日卖的不多 他们若是来晚了 大有可能抢不到 紧急也有老婆饼了 一个人选择排队的客人说 那些乡下人卖的东西 也不知前进不干净 吃病了怎么办 一个年轻公子道 是啊 你吃紧急的点心 能活二百岁哦 那位客人想骂一句 这小子怎么说话的 见对方是个读书人 又把嘴巴闭上了 沈川哼了一声 啪地打开折扇 不再排紧急的队 大摇大摆地去了 排正宗老婆饼的队了 给我来五个红豆馅的 我要两个绿豆的 两个红豆的 有蛋黄酥吗 粒子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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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没有板栗下的老婆饼啊 给我留几个 别一会儿卖完了 姐弟二人出摊 只卖一百个 熟客都知道饼子要抢 不然就没了 苏晓晓说道 大家不用急 今天多做了一百个 都能买到的 我要两个梅干菜的 一个年轻的妇人说 抱歉 今天没做梅干菜的 有新品 尝尝嘛 苏晓晓切了一小块肉松饼 递给她 妇人接过 先给孩子吃了一口 剩下的才自己吃了 母女二人喜欢的不行 小丫头道 娘亲 我不要梅干菜的了 我要这个 给我也尝尝 一边的大娘说 好苏晓晓给她与前边的 几位客人都切了一点 大家尝过后 一如既往的经验 果然啊 这对姐弟卖的点心 就没让人失望过 大娘问道 和你们之前卖的饼子不一样 这个也是老婆饼吗 什么下的呀 苏晓晓笑而不语 看向一旁的苏二狗 苏二狗挺着自己的小腰杆儿 自豪满满地说道 这是二狗饼 二狗饼 是他们理解的那个二狗吗 不过味道是真觉呀 咸咸甜甜的 有别于梅干菜 油润细腻的口感 它吃起来沙沙的 绵密松软 越嚼越香 它的饼皮也更软 给人一种温柔风吟的感觉 让人咬它的力道 都不自觉地放轻了 天啊 怎么会有人 把饼子做得这么好吃 给我来十个 一个年轻男子说 我也要十个 他身后的大婶儿说 十五个 二十 等等 你们还没问价呢 过了个年 都变得这好了吗 肉松饼的定价 比老婆饼高一些 一是工序更复杂 二是成本也摆在那 蜜枣肉松饼十五文一个 咸蛋黄肉松饼 二十五文一个 这个价钱 绝对算不上亲民了 刘萍一开始听到 简直吓一跳 他估摸着 最多能卖出去一半 可他不过是去后厨 传了个话 过来时 整个人傻眼了 你们是不是排错地方了 紧急在旁边呀 苏二狗收铜板 收到手软 不断有人把铜板 朝他递过来 递不到他手上的 就直接塞进他怀里 哎呀呀 别抢别抢 排好队呀 不许摸我 凹屋 谁掐我屁股 苏二狗兵荒马乱 苏小小有条不紊的 给客人包好点心 动作行云流水 记忆力惊人 一个差错也没有 大爷 您的三个栗子高 小兄弟 你的五个二狗饼 对 一人限购五个 好的 马上给您包好 一共120文留屏幕凳口呆 媳妇和他提过 大压的生意很好 每天做的饼子都能卖完 可卖一天是卖完 卖一个时辰也是卖完 这排队排的 快比紧急门口都要长了 不知道的 还当这儿才是紧急开的摊 大家别跑错了 紧急在这儿 点心马上就要出锅了 外头卖的不是紧急的点心 紧急不卖路边摊 是紧急一个新来的伙计 估摸着是哪位和掌柜的亲信 出来瞧见自家排队的客人 被抢了不少 以为是对方冒名鼎替 故而吆喝了这么一嗓子 因为跨住篮子的大婶儿 插腰对了回去 老娘买的就是路边摊 众人哈哈哈哈地笑了 是啊 他们买的不就是姐弟俩的路边摊吗 哪里来的二傻子 还跑错 你跑错 我们都不会跑错 那边紧急的点心也出炉了 然而苏小小与苏二狗这边的客人 一个也没被抢过去 不仅如此 苏小小明显感觉 这次的客人里有不少是大户人家的管事或吓人 这说明他的客人又网上提了一个档次 他即将杀入新的市场 这绝对是开年最大的惊喜 一直到二百个饼子卖完 才有客人又回到警机那边排队 这种情况 早一个月都是见不住的 苏小小与苏二狗刚出摊那会儿 客人们是买不上警机的点心 才来买姐弟俩的解解馋 刘萍惊得不要不要的 他方才真没眼花吧 在镇上混迹了好几年 真没见过能和警机抢生意 抢成这样的 还只是个路边摊 给我几个饼子 什么口味都行 抱歉 卖完了 明天再来吧 旁边不是还有三个吗 那是给我弟弟吃的 现场吃播三个 是苏二狗的标配 今天生意太好了 还没来得及吃 苏小小记着呢 不会把他的那一份快乐卖出去 等等 这个声音 第九十三张冰符 苏小小抬起毛子 沈川 沈川道 你如今可是大忙人了 生意越做越大 狗富贵 勿相忘啊 托你的符 苏小小微微笑了笑 想到什么 他问道 年前你不是说 要去俯城念书吗 何时动身 沈川叹气 明天苏小小将他的神色 尽收眼底 问道 你好像不太想去 沈川无奈的摇扇子 念书在哪儿 不是念呢 我爹教的也不差 苏小小道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沈院长 大概是希望你出门历练一番 掌掌见识 沈川折扇一收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这么一想的话 我倒也不是那么排斥 去俯城了 何况俯城也不远 快马加鞭一日可到 我寻修就能回来 苏小小在村里 总听人说 俯城多远多远 走起来十天半个月 原来坐马车 只用一天 这大概就是天之骄子 与普通人的资源差别 沈川拍了拍折扇 没吃到你做的点心 真是太遗憾了 他其实能排到的 可犹豫一番后 又让给身后的客人了 让了好几次呢 他希望他生意越做越好 希望他的点心 能被更多的客人吃到 不过这会儿 他又后悔了 早知道 他就少让一个客人了 给苏小小变戏法 似的葱篓子里 拿出一包点心 你不是卖完了吗 沈川问 苏小小说道 卖是卖完了 但这个是非卖品 是我送给朋友的礼物 这个小丫头 总是能给人惊喜呢 沈川开心地接过点心 又朝苏小小看了好几眼 方才苏小小被人围着 他看不太真切 这会儿距离近了 他才发现 苏姑娘好像和年前不一样了 变 变好看了 罪过罪过 他一个读书人 怎能在心里 平问一个姑娘家的容貌 很失利的 沈川今日 主要是来和苏小小道别的 本来是打算上他家的 可以想到他已成亲 又担心自己 平凡上门 会惹出诸多误会 话说 他怎么就成亲了呢 和你说话 差点忘了 向公子让我问问你 他的要吃完了 还需要接着吃吗 你有空的话 可否去书院 为他复诊一次 苏小小点头 好 我一会儿过去 沈川还要去向别的同窗道别 先告辞了 刘萍把驴子牵过来 与姐弟二人一块收摊 忽然间 警记的一个伙计 沉着连走了过来 他冷冷地说道 你们以后不许在这里卖点心了 为什么 苏小小问 他鼻孔朝天的往脚下指了指 这儿是警记的地盘 警记说了算 苏二狗道 我们又没在警记门口卖 伙计威胁道 边上也不行 否则警记见一次 撵一次 苏二狗将没吃完的饼子放回纸包里 驴起袖子 个把本色净险 你撵谁呢 有种再说一次 二狗 回来苏小小叫住苏二狗 苏二狗咬牙 狠狠瞪了警记的伙计一眼 回到苏小小身边 伙计见二人不与自己动手 全当二人是怕了 他冷笑一声 甩袖道 你们好自为之 别再让我看见你们 苏二狗郁闷道 姐 为什么不让我揍他 就算他们和上次一样 再来七八个 我也不会打输了 他和姐夫学了几招的 苏小小道 犯不住刘平劝道 是啊 他只是个跑腿儿的 你把他揍了 也无济于是 苏二狗气呼呼地说道 那我就去揍了孙掌柜 苏小小摇摇头 不是孙掌柜干的 孙掌柜走了 新来的掌柜姓何 方才那个伙计 应当是他带过来的 面孔生得很苏二狗 嘀咕道 紧急搞什么吗 怎么突然就换掌柜了 新来的这个 简直比孙掌柜还过分 孙掌柜好歹没撵过他们 也不是说孙掌柜就很良善 逼住他们卖配方式 孙掌柜也是使了些 不光彩的手段的 只不过 这个新来的何掌柜 比孙掌柜更嚣张 更无所顾忌 更不将街上的小贩放在眼里 就耶氏孩子的事儿 早被人淡忘了 而今已鲜少有人提起 就算锦记真把他 这个大英雄给碾了 也遭不来态度的谩骂 都说商场如战场 竞争关系本就是你死我活 更何况新官上任三把火 何掌柜可不会按住 孙掌柜的规矩来 他要立下自己的规矩 刘萍暗暗叹了口气 方才他还在惊叹 大鸭的生意做得真好 谁料转头就惹上 紧记这个大麻烦 若是不能在紧记附近摆摊 好不容易积攒的客源 就会流失掉了吧 大鸭一定难过坏了吧 刘萍朝苏小小看了过来 然而令他错愕的是 苏小小的神色很平静 苏小小确实不算太震惊 从他决定在紧记附近摆摊的那一天起 就考虑过这一日的到来 想不引起紧记的注意 只有把生意做得很差 而一旦他们的生意红货了 势必会引起紧记的驱赶 孙掌柜从前不撵人 除了他救人的风头还在之外 另外两个原因是他卖得不多 抢走的优质客源也不多 今天好几个大户人家 光临了他和二狗的小摊位 紧记的老主顾在流失 哪怕是孙掌柜在这儿 也不一定能坐得住 从一个方面来说 是他们的生意当真火了 火到了连紧记都眼红的程度 用李女士的话来说 这不是坏事 是一块宝贵的磨刀石 扛过去了 就能扶摇直上 扛不过去 就只能躺回地上 继续做一坨烂泥 李女士出身农村家庭 初中没毕业 便去社会上打拼 姥姥曾与她讲过 不少李女士的坎坷历程 说李女士睡过大马路 吃过馊馒头 当过宝洁 卖过盒饭 被同行威胁 被竞争对手泼狗血 还被人捅进过医院 她看着珠光宝气 比豪门贵妇更优雅的李女士 只觉得姥姥是在编故事 为的就是让她多心疼李女士一点 可她是小孩子 她为什么要心疼大人 李女士都不心疼她 而今看来 姥姥可能没夸大其词呀 老百姓白手起家 所要经受的坎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但她并不害怕 甚至骨子里还阴阴涌现了一丝期待 不就是一个景姥吗 想把她踩趴下 做梦去吧 姐 咱们明天还来摆摊吗 摆 为什么不摆 景姥有本事凭实力来抢生意 别想几句话就吓走她 她这一次妥协了 换个地方把生意做大 她敢打赌 景姥依旧不会放过她 所以何必退让 刘平心道 不愧是恶霸出身那 胆子比爷们儿的还大 真与景姥杠上了 她是个老实人 素来不惹事 可大鸭是他们家的恩人 明日景姥的拳头 若是砸下来了 她 她会挡在大鸭面前的 梧桐树院 向公子闲来无事 披着一身胡球 在窗前作画 景姥默默地坐在一边 少年人 安静时也给人一种 意气风发的感觉 向公子看了她一眼 目光扫过她右手 淡淡笑道 景囊还没送出去呢 景姥把玩着景囊的手一顿 表哥说什么 向公子道 行了 你那点小心思 我还看不出来 明明年前就想送的 和表哥说说 是你没送出去 还是人家不要还给你了 她没有不要 景姥道 说完 意识到自己这话太快 又道 谁说我要送人了 向公子笑道 想送就送吧 咱们的景小侯爷 几时变得这般婆婆妈妈了 你俩关系不是挺亲近的吗 怎么一个礼物 还送不出去了 你得罪她了 景姥嘴硬道 听不懂表哥在说什么 你若真送不出去 我帮你送 我自己的礼物 凭什么让表哥送 承认了不是 景姥欲言又止 半赏后说道 只是一个回礼而已 送出去的才是回礼 向公子指了指自己心口 搁在这儿的是心思 表哥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景姥果断掉转矛头 听说我要多一位表嫂了 这是红丸他们三人 从京城带回来的消息 圣旨已经下来了 她明白表哥不想娶 勋贵连姻 各取所需 表哥得到兵权 那一位也正式受命定国公 得到所有世家的认可 这大概就是这桩婚事的意义 见表哥不说话 景姨又有点儿后悔 自己提到了这个话题 有兵符的下落了吗 向公子不想谈论轻事 景姨道 没有向公子道 我的病总有痊愈的一天 不能一直待在青州 最好在离开之前 将兵符拿到手 景姨张了张嘴 问道 表哥 兵符真有那么重要吗 向公子继续作话 没有兵符 动不了魏家 景姨道 魏家满门战死 唯一幼子支撑门楣 何惧之 幼子 向公子笑了 说得像是你比他大似的 少年才子 十七岁的新科状元 六元吉地 十八岁气文从武 十九岁斩狐猎王头颅 上得了沙场 入得了朝堂 景姨 你可别小瞧了他 第九十四章春星 公子 苏姑娘来了 长平在门外禀报 自打苏小小告了他的黑状后 他再不敢当住公子的面 轻慢苏小小 因此听说苏小小来了 第一时间过来告知自家公子 景姨微微一饿 看向表哥 你让他来的 向公子笑道 我不把他找来 你的礼物 岂不是要一辈子送不出去 景姨皱了皱英俊的小眉头 向公子叹息一声 可惜人家有向公了 景姨道 一份谢礼而已 表哥是不是想多了 好 我想多了向公子对景姨笑了笑 转头对肠平淡道 楚珠做什么 还不快把苏姑娘请进来 长平赶忙转身出了院子 刘平也跟住二人进来了 以后书院这边的生意 会由他来接洽 刘平这一日的心情 和荡秋千式的生意火爆 开心 被景姬威胁 失落 书院也有生意 震惊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书院可比景姬神圣多了 里头全是读书人 不是有钱就能进来的 有句话怎么说来住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可见读书人有多受人尊敬 苏姑娘 请长平说 苏小小跟住长平去了向公子的厢房 刘平与苏二狗留在带克的小书房 苏二狗约莫是来这儿补教补成了习惯 一进屋便开始犯困 他摸了摸荷包 咦 他的二狗饼呢 哦 记起来了 最后一个饼子被后门的大爷打结了 苏二狗扎扎嘴 往椅子上咸鱼躺 睡了 刘平有些局促不安 他端坐了片刻 怪不自在 忍不住起身走了走 一会儿瞧瞧这个花瓶 一会儿瞅瞅那幅字画 不敢置信呢 他有生之年竟然能走进书院 你是刘大哥吧 一个小丝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啊 我是 刘平如同被抓包了似的 立马绷紧了身子 小丝端住一杯茶入内 刘大哥喝茶 刘平忙道 啊 不 不必这么客气 小丝和颜悦色地说道 是刘大哥不要与我客气才是 我家公子说了 苏姑娘带过来的人 一定要好生招待的 院长也是这个意思 刘平刚坐下 听了这话直接惊到战起 院 院长 小丝笑道 对啊 这是院长的庭院 他这会儿正在给学生上课 刘平的腿一下子就软了 娘啊 他进院长的住处了 小丝客客气气地说道 苏姑娘方才与我说了 日后是由刘大哥你过来送货 我家公子马上要去府城念书 生意上的事 你找我就是了 我叫周星 刘平道 周小干周星笑道 刘大哥快别这么客气 让我家公子听见了 得罚我了 刘大哥你先坐会儿 我去统计清单周星去了 刘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大鸭与沈公子有交情的事 可听说是一回事儿 切身感受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一个地理刨石的 就算人家是小丝 那也是院长大人的亲信 凭啥对他客气 还不是看了大鸭的面子 大鸭厉害啊 跟对人了 脉相和环有力 不服不沉 竭力整齐 你恢复得不错 不用再吃药了苏小小抽回手说 向公子坐在椅子上 含笑放下优雅精致的袖口 对苏小小道 是苏姑娘医术高明 苏姑娘这个年 想来是过得极好 苏小小不明白 她为何这么说 向公子温润一笑 气色不错 夸我变美了就直说嘛 苏小小私下看了看 咦 怎么不见景翼 向公子余光 扫了眼门口的方向 忍俊不禁道 是啊 在我这儿赖了一上午 一听说你过来 表哥 景翼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瞥了眼坐在向公子身边的苏小小 苏姑娘 吴 景翼你长高了 苏小小眼尖地发现了她的变化 景翼眸光移动 你从前 直到这里 苏小小指住门框上的一个小花文说 现在冒了点向公子笑道 苏姑娘对景翼真是观察入微 明明苏小小是成了亲的 案里该称呼一生苏小娘子 但苏小小一直以姑娘家的身份在外行走 他们也就没有改口 苏小小道 我有个弟弟嘛 也是长个子的年纪 景翼黑住脸出去了 诶 怎么走了 苏小小撇嘴儿 脾气真臭 向公子好笑地叹了口气 诶 看来又送不出去了 什么 苏小小没听懂 没向公子笑道 苏姑娘留下吃顿便饭吧 我这儿正巧来了些京城的食材 苏小小婉拒道 不了 家里还有事 我得早点儿回去 三个小豆丁等不到她 又该委屈巴巴的蹲墙脚了 向公子见此 不再执意挽留 让长平拿了枕金给她 苏小小道 你上次给的挺多的 这回其实不用给了长平 有本事你把手松开再说啊 苏小小死死地抓着银子 哎呀 真是的 太见外了 我都说了不要把银子扯都扯不过来的长平 从书院出来 苏小小又去了一趟春柳巷 扶郎中又出诊了 不过这回是在镇上 夜里就能回来 苏小小是来送酱鸭药的 算算日子 扶大娘的药该吃完了 有没有好好吃药 苏小小例行公事地问 没吃 扶大娘没好气地答道 一凉血压 正常 没吃才怪了 怕是一顿也没落下吧 苏小小直勾勾地看住她 醋侠一笑 扶大娘 你胖了 最近胃口很不错吧 扶大娘拾口否认道 瞎说 我胃口差死了 啥也吃不下 就是你那要给弄的 还有 我腿断了 疼得死去活来的 哪有心情吃东西 扶婶儿 我给你送补汤过来了 是用你给的虫草花炖的 老香了 隔壁的妇人端住一碗 热气腾腾的补汤 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这轻车熟路的驾驶 一看就不是头一次了 她看见苏小小 先是一震 随即她目光落在床头柜 空空如也的盘子上 浑身一震 扶婶儿 三个大饼子 我就炖了个汤的功夫 你该不会全吃了吧 扶大娘的脸 胀红得不要不要的 我才没有 是她吃了 她果断甩锅苏小小 下一秒 她打了宝哥 看扶大娘射死 简直是人生一大乐趣 苏小小丝毫没吝啬自己的笑声 扶大娘的脸黑透了 邻居将扶大娘照顾得很细致周到 苏小小没什么不放心的 留下降压药后 便带着苏二狗与刘平回村了 苏小小接过缰绳 对刘平道 今天的几个地方 差不多就是日后常去的 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刘平发自内心的钦佩道 大鸭 我发现你 真的不容易 乡亲们私底下议论 大鸭怎么就挣到银子了 甚至有人问 是不是去偷了墙了 他们若是去看看大鸭 一天究竟走了多少路 跑了多少地方 钱了多少事 又承担了多少风险 大概就讲不出 恶意重伤的话了 苏小小进了屋 苏二狗去喂驴 小屋是回家给两个孩子做饭去了 苏老爹带着三小只 在造屋后的小林子里挖笋 小马居趴在小东屋 暖和的干草上睡觉 不见卫婷 咦 那家伙去哪了 关到东面的林子里 卫婷站在白雪挨挨的大树下 神色冰冷 大人 一名黑衣人单膝跪地 拱手行了一礼 属下来迟 请大人恕罪 卫婷瞥了眼一旁的树丛 但道 记号都毁了 黑衣人道 属下找来的路上 已全部毁掉 苏小小以为 卫婷上次来关到另有墓地 他算是猜对了一半 他的确是有事 却不是挖宝 而是留记号 大人 小公子们可安好 恩岂只是安好 简直好得不得了 乐不思熟 忘了自己信谁名胜 卫婷的眼神凉了凉 黑衣人感受到了 卫婷的情绪波动 不由得纳闷 小公子们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如果不好 为啥要恩 如果好 这又是个苦大仇深的忧怨表情 黑衣人言归正传 大人 既然您和小公子平安无事 咱们是不是可以启程回京了 卫婷道 还不能 要先拿回兵符 黑衣人毛子一亮 大人拿到兵符了 原本是拿到了 如今又弄丢了 卫婷促眉道 这件事你不用管 我自由主张 是 黑衣人接着道 大人 仅小侯爷离京了 我怀疑 他也来了青州 也在打探兵符的消息 卫婷若有所思 片刻后 他冲黑衣人 比了个手势 你去办件事 大人终于有任务交给他了吗 黑衣人激动到 无以复加 抱拳道 大人请吩咐 属下上刀山下火海 万死不辞 卫婷 砍一捆柴来 黑衣人 卫婷扛着柴火 从林子里出来 以临近赏武 这会儿乡亲们 正关着门 在家里吃饭 外头人不多 卫婷是特地挑的 这个时辰 然而就在他路过村口时 好巧不巧地 碰到了来井边 打水的苏锦娘 第九十五章打脸 苏锦娘穿着 崭新的衣裳 光鲜俏丽 她看见卫婷 脸色微微一红 为小郎君 卫婷没理她 她再次鼓足勇气 看向卫婷肩上的 一捆钱柴 细声细气地说道 卫小郎君 你去砍柴了吗 你的腿行动不便 小苏家的人 怎么能让你干这种活儿 你放下吧 我让我大哥帮你送过去 不必卫婷冷兵拒绝 苏锦娘忙到 你不用不好意思 大家一个村子的 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 卫大哥 李小勇从屋里走了出来 他望着卫婷 喜色一笑 真是你呢 方才我在家里 瞧着就挺像 大雪天的 你咋去砍柴了 下次你要柴火 和我说一声 两家走动多了 李小勇对卫婷的称呼 也从为小郎君 变成了卫大哥 给我吧 李小勇伸手 把卫婷肩上的柴火 抓了下来 卫婷客气到 有劳二人 一起往小苏家的方向去了 李小勇也没搭理苏锦娘 苏一娘干出了 截胡吻婆的事 她心里甭提多生气了 老苏家对全村有恩 她不能记老苏家的仇 可她不搭理总行了吧 苏锦娘看住二人 头也不回的背影 彭腹感觉自己 被人扇了一耳光 家里 三小只挖碗笋回来了 确切地说 是看见苏小小 果断撇下苏老爹不挖了 苏小小给三个人 为幼崽 与一个小麻崽 泡了养奶 三人坐在 小动物的矮板凳上 双手抓着奶瓶的手柄 咕嘻咕嘻喝奶 小麻崽也在喝奶 是苏小小喂的 四个幼崽对住吹奶瓶 一个比一个神器 魏婷对苏小小 总是拿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不能说见怪不怪 但也确实不那么怪了 她曾问过苏小小 这些又是什么怪东西 哪里来的 苏小小指挥了她三句话 养奶做的 扶郎中给的 对身体好 魏婷对第二句话 表示怀疑 夜里 一家子坐在堂屋吃饭 苏二狗眉头皱得死死的 她是个心里藏不住视儿的 啥想法几乎全写在脸上 魏婷问道 二狗 是出什么事了吗 苏二狗扒拉了一口大米饭 将被紧急威胁的事说了 苏成一巴掌拍上桌面 真是岂有此理 来了个新掌柜 了不起啊 威胁到她闺女头上 反了天啊 明早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看谁敢动我闺女 一日凌晨 苏老爹睡得雷打步行 昨儿买了新鲜的食材 梅干菜老婆饼有着落了 此外 卤肉也安排上了 苏小小 今日比昨天多做了160个饼子 一共360 其中60个是梧桐书院的 至于说咸蛋黄 苏小小就没让小屋 是处理装车了 是锦记先破坏合作关系的 锦记是不是以为 只有他能欺负别人 从现在起 他也要对锦记实施制裁 虽然可能并没有任何鸟用 毕竟锦记的典型多 少卖一样蛋黄酥 根本不痛不痒的 但这不是造不造成 多少损失的问题 是他的态度与立场 一行三人赶着驴车去了镇上 以往的路线是集市 锦记 书院 如今有了刘平 他们便先来了锦记附近出摊 刘平将他们送到了 采赶车去集市和梧桐书院送货 苏小小在锦记旁边的巷口 拿出自己设计的折叠桌 大大方方地将点心摆了出来 他如今不担心锦记断他面粉了 一是他昨天拿苏老爹与苏玉娘的赞助 去集市囤了足够支撑一个月的面粉 二是沈川告诉他 府城并不远 快马加鞭一日可到 锦记的手还伸不到府城 你昨天怎么和他们说的 小二道 我就说 不许他们在咱们附近摆摊 否则见一次 碾一次 和掌柜道 那他们怎么还来了 小二住急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打听过了 当初孙掌柜找他们买配方 他们起先不同意 后面孙掌柜来了硬顶 他俩立马怂了 一口气卖了三个方子呢 有些真相传住传住就变味了 当初苏小小可不是怕 是在给孙掌柜挖坑 三个方子也是孙掌柜自己看上的 孙掌柜是要面子的 他不能承认自己斗不过一个小丫头 从他嘴里说出去的事实 就已经有点而失真了 再让人那么依传 早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了 和掌柜一行人 却并不清楚各种真相 在他们看来 两个乡下人 其中一个还是女娃娃 指定是没胆子 与警纪为敌的 一威胁一个准 和掌柜冷声道 你下去 把他们撵走 小二凶狠地捋起袖子 好 小的这就去 这会而天色已亮 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姐弟俩新一天的生意 也开张了 有回头客 也有不少新客 看来他们的口碑 做出去了 您的五个二狗饼 蜜枣味的苏小小 包好递给了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是个四十出头的婶子 老熟客了 儿子在镇上的 一间私塾念书 您儿子的腿 没事了吧 苏小小问 婶子笑道 说到这个 我真的好生谢谢你 你的法子很管用 介绍的那家海菜也好吃 我儿子吃了半个月 再也没腿软过了 苏小小其实没见过对方儿子 是听婶子的描述 觉得他四肢麻木 突然失去力气 可能并不算得了什么大病 而是缺乏某种微量元素 于是提议他多吃一些土豆与海菜 苏小小道 桂园也可以多吃一点 还有芹菜 好 我记下了 婶子收下点信 付了75个文钱 姑娘 你看住清减了不少 是不是出摊太早 累到了 昨天也有几个老熟客说 他比之前瘦了 看来减肥的效果 比想象中的明显 别太累住自个儿了 婶子想了想 又说道 不过瘦下来一点 人是好看些了 苏小小微笑 小二过来撵苏小小时 苏小小的饼子 已经卖出去几十个了 排队的人比紧进门口还多 小二真气不打一出来 怒喝一声道 走走走 谁许你们在这儿摆摊了 客人们纷纷朝他看了过来 苏小小不计不许地开口 谁许我摆的 自然是青天大老夜 是黄天后土 是大周律法 小二没心直跳 你这丫头胡乱说些什么 苏小小不卑不亢道 我说错了吗 我一枚烧杀劫 二枚杀人放火 三枚站任何一间 铺子的门道 我凭自己的双手 辛辛苦苦挣点血汗钱 凭什么就不能摆摊了 小二怒指 这里是锦记的地盘 苏小小呵呵道 我离锦记至少有一丈远 你们锦记是把这条巷子 也买下了吗 还是说整条街都是你们锦记的 哎呀 你们锦记怎么回事 大街上那么多摆摊的 也没见你们撵 人家卖个点心 你们就来撵了 还是你们就逮着老实人欺负啊 你们锦记的点心又贵又难吃 不许别人做好吃又便宜的 碾人 谁给你们锦记的胆子哦 是啊 赶紧走吧 耽误我们买点心 走走走走走 一个老汉直接拨了小二一把 小二碰了一鼻子灰 气呼呼地回去复命 和掌柜 咱们要不直接去把他们的摊子砸了 和掌柜推开窗子 冷冷地看向楼下生意兴隆的小摊 他认出了几个锦记的老主顾 一个是赵云外家的小厮 一个是陈举人家的厨娘 现在去砸摊子 并非明智之举 三百个饼子 不到半个时辰 一寿而空 连苏二狗的那一份赤波 都让人买走了 没办法 小孩子哭得嗷嗷的 苏二狗心一软 就给卖了 姐 咱们现在去哪 回村 啊 什么啊 即是与书院的货 刘萍去送了她 是让刘萍送完就直接回村的 不必过来接他们 但照他们卖点心的速度来看 他们怕是要比刘萍更早回去 嘿 忘了刘萍哥了 苏二狗挠了挠头 姐弟二人收了摊 背上各自的杯楼 徒步往回走 这点路程对他俩来说不算什么 尤其甩掉二十斤肥肉后 苏小小 感觉自己的身子都轻盈了不少 二人出了阵子 临近上村道时 一伙五大三粗的汉子 凶势恶煞地追了上来 前面的人 给老子站住 跟老子站住 再散步 二小小姐 准备了 选到